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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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back to The Shell's channel 這個和GFace 比较適合日常的 然後也很適合我們春天夏天使用 如果你在找新的lipstick You are in the right place 不要太多廢話 Before we getting start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我的皮膚 偏白的冷皮 因為這個冬天有回來一點點 之前是有點偏黑的 我自己感覺我選的這些顏色 都是適合白和黑皮的 lip pencil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唇袋 像我的話呢我關都比較大 特別是上唇就會比較薄 把我上唇描得厚一些的話 整個的比例就感覺 很舒服就對了 一個是Mag的Spice 這是我一直以來用的一個顏色 比我本身的顏色要深大概兩度 還有一個小的tip就是 Brown Olivia的pencil或者是沒有的pencil的話 contour也是可以的 另外一個是我之前去歐洲買的Kiko 之前這個視頻裡面有介紹過 大家沒有看過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自己去歐洲買了一些其他的好物推薦給大家 號碼就是20號 跟我現在這個唇色非常非常的match 哪怕我只畫lip pencil出去 都ok的 因為我已經排好了我要試個順序 那我就先試一下這個 Kiko這個牌子很便宜 它是義大利的一個品牌 但是它有一個不好的一點 當我們就是用轉筆去削它的時候 很容易就斷掉 相比這個Mac這一款 硬度就沒有那麼高 可以有很多方式去使用lip pencil 一般就是說contour一下嘴唇的鼻音就可以 有些時候我們也可以往裡面再稍微延伸一點 然後也可以用一些遮瑕的 就看你想要這個嘴唇有多立體 第一款呢是我之前有推薦過嗎 我起碼在instagram都沒有推薦過 如果你沒有看過或者沒有去過我的instagram 那歡迎大家來訂閱我的instagram 我會經常在上面不定時的發下我的動態 之前我試的一個韓國品牌 Surprisingly非常非常好用 我在那一次其實買了很多韓國牌子 它的頭是那種會出水彩的鼻的那種感覺 如果它這個頭去暈開 你不能夠知道我有多喜歡 它可以幫我們製造出一種朦朧的 很模糊的 像這種類型的 我一般使用都會喜歡從中間往外走 我非常喜歡這個顏色 它讓我整個人看起來很日常很溫和 比起我本身沒有wear任何的顏色的時候 會有精神快速減變性格的人 我覺得非常非常推薦 我有收到一些留言 就是問我這個到底是在哪裡買的 Unfortunately 他們沒有在做這款discontinued 後來在這個網站上面有看到 還有庫存也有下單 到現在都還沒有退我錢 所以我會把它的名字留在這裡 大家一定不要去這個網站使用 因為它的售貨服務超級爛的 我想這個品牌它之後應該也會出一系列的 類似的這個色系 我會繼續的關注這個品牌 感興趣記得 Stay tuned 這款是Chanel的 說在我社交媒體的時候看到的 它是去年的秋冬款 它出了大概有四個shape could be probably 我只感興趣這個顏色 它的這個棕 是有一點點透明的 絲綢的感覺 嘴唇會像比我現在這個要亮個幾度 這款我非常推薦給 喜歡用潤唇膏的朋友們 在塗的過程中 包括現在在我嘴巴上 非常非常的潤 它卸完之後也不用擔心唇紋會出來 或者是嘴巴會很乾 它也很好上色 非常非常的亮 貴氣一點 所以這兩款我一般就是在 有的時候我想要matte一點的 我就會用剛剛那個 我想要稍微亮一點的就會用這個 這兩款都是如果唇色深的姐妹們用 一定要遮瑕 它是一個偏紫紅色的一個色調 那這個顏色一定一定一定只能黑白皮用 我非常喜歡的一個設計師 它的這個頭 它也是通過這個頭把它暈開 製造一種infinity 像比前面兩款這塊顏色非常好上色 然後也比較深一點 這個顏色它有一個小的好處 抹掉之後 它會有一點點那種尾素原裝 非常適合的一個唇色 跟這個唇筆色號是一模一樣的 20號 我當時就是慕名而去的 它是那種gloss的材質 就像嘴巴上上了一層油的感覺 它的顏色看起來像是beige的顏色 其實非常非常淡 斬粉的地方還比較多一點 用深兩度的唇筆 再加上一個非常非常淡的一個唇色 結合起來是個什麼效果 我不得不再表揚一次了 我喜歡mac這個唇筆的硬度 有點偏歐美的唇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這兩個結合起來 過度的很自然 雖然不是同樣的一個深淺度 還是kiko 這個顏色 我最近用的top one 使用率非常高 跟我現在嘴巴上這個 也是一樣的finish感覺 但不一樣的是它沒有任何的閃粉 非常非常的唇 kiko這一個系列的 卸完後 我就覺得乾 每次用完他們家我都必須得要做唇膜 它的finish也是那種看起來很韌的 嘴巴很健康的一個感覺 比我本身的唇色要深一點點 這也是為什麼我最近很喜歡穿戴它 ok the next one 我們要進入深一點的顏色了 是我在日本買的 我之所以選的它 是因為它這個顏色真的非常非常的unique 而且很適合秋冬 類似於berry的顏色 它的滋潤度做得非常非常好 不論是在穿戴它的時候 還是讓我們卸掉它 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這個顏色我覺得就非常適合 像我今天這種黑色的穿著 不算很百搭 也不是那麼的日常 這個顏色也許是我這裡面 比數不多的 適合黑白黃皮的 它算是紫色調的一種 它的紅潤度又沒有我說那麼的紅 所以這兩個 綜合在一起我覺得平衡感非常好 這也是它unique的部分 我很推薦大家如果是黑髮的話 用這個顏色會顯得整個人很高級很乾淨的感覺 最後一款非常喜歡它的設計 可以fit我很多的那種比較小的包 我們不可能說買一個口紅 買一個唇筆 這樣真的非常沒必要 這個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法國女人都很喜歡紅唇 所以他們家做這個紅呢 是非常非常的正紅 分享一個 我有一種想要厚的唇 會怎麼換 先把上唇拧起來 就從最高點往兩邊走 這樣子就方便很多 完了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下唇厚一些的話 同樣的一個原理 這個顏色非常非常的明念 加上我穿黑色衣服的話 會更加突出它的這個character 相比前面這麼多 就更不算是日常款 當然你也可以把塗紅唇 當成個人的標籤 Generally來說 這個真的不算是日常款 偶爾你也可以使用在工作的場合 但也not much 像我也是 有時候我想match我的outfit 我會使用大紅唇 或者是有一些special day special events 我會用 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我日常會to go style的 會有這個 再選一個的話 我會用這一款 如果我今天有一些meeting 是需要很strong的人設的 那我會用這三個顏色 這兩個顏色我就不需要說了 他們都個性非常鮮明 這一個呢它顏色很淡 反過來我眼妝可以稍微畫得重一點 搭配這個也是非常非常的有一個氣場的 如果說我去跟朋友見面啊 或者說去約會 那我會用這兩個顏色 nice and gentle and everything 今天是special occasion 但我剛剛試的這個cheek shades 都很適合我今天 但我會選擇自分色 想要讓自己看起來柔和一些 我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我要去約會了 那以上視頻就是這個內容了 Bye everybody